让大家很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原来猪肉可以混冲做成羊肉片 等级最低的 甚至里头完全没羊肉 但是客人要怎么分辨呢 我们带你来看看 像是真的羊肉的话 事实上它的色泽是偏上暗红色的 而且煮熟之后整片肉还是完整的 呈现不规则的形状 但是如果是组合肉的话就要注意了 它的肉片往往都是圆形的这样拼凑起来 而且就是因为是拼凑的 所以它是一煮就会散开 肉质的颜色也不像真羊肉一样是深红色 它呈现的是粉红色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实际到平价火锅店 看看呢到底这里面的羊肉呢 是不是一煮进锅子里就会散开 如果是的话就要请您特别的小心 锅里的药膳汤滚到冒泡香气扑鼻 还有一块一块带骨带皮羊肉 钢山羊肉炉全台闻名 但假羊肉事件爆发 钢山的羊肉到底真的假的 业者当然猛摇头保证 现在本土羊 但怎么分辨却说不出来 还有炒得香喷喷的沙茶羊肉 苦瓜羊肉 肉片跟其他食材混在一起 完全看不出异样 但有业者透露 整个钢山羊肉一条街 二十几家羊肉店中 大概只有三成是真的现在羊 二十几家吧 你说多少家是本土羊肉 多少家差不多有七八家 是真的这样的 像大骨类的这些骨头 这些本土羊肉它没有这么多 业者的老实说真的很惊人 只有三成是真的本土现宰羊 那表示其他七成店家 都用进口冷冻羊肉 第一是因为本土羊量不多 第二就是因为价差 本土羊一公斤七百五 进口的才两百 价差三倍以上 交配者比较吃不出来 就是炒的肉片这些 还会味道比较重的话 就比较吃不出来这样 别以为羊肉炉都没问题 业者透露带骨羊肉 五花羊肉只要重口味料理的 可能都是冷冻羊肉 吃起来口感干柴没弹性 真的羊肉纤维一丝一丝 看得很清楚 但该怎么分辨也有简单方法 买来的冷冻羊肉 放进盘子里 加入凤梨原汁浸泡一个小时 它有一个凤梨酵素 你是组合肉的话 只要碰到凤梨汁 它就会分解掉 利用凤梨酵素的特性 真的鲜切肉片 可以保持原样 如果快速被分解 变成碎肉穴 就是组合羊肉 当场现行 假羊肉流窜全台 连最具代表性的岗山 似乎真羊肉也屈指可数 无良店家省钱买冷冻羊肉 冷冻羊肉又更可能是掺了猪肉 这个冬天进步吃羊肉炉 可得睁大眼睛 不要被假羊肉给糊隆了 记者对于清光某某个小报道